今早伊朗向以色列射了180枚導彈 九成都被攔截 有兩成是打倒的意思 但是沒有死過人 還沒死人 但又說有槍擊事件 台羅維夫即是恐怖 槍擊就當是恐怖 總之有行動 有兩人受傷 很小事 接著就互相恐嚇 伊朗就說行動就結束了 算了 你不報復就算了 但是以色列就說一定報復 美國就趙勵站在以色列那邊 不過又要呼不呼籲克制不知道 如果這樣看 看你什麼 多數聽得陶傑多 每個人都變成猶太人 香港人 但是呢 我就說這件事沒這麼簡單 因為現在這個星期以來 他又殺了人家 殺了人家那個真主黨 叫做立斯魯拉 是不是? 他在9月27日在聯大發言宣 內塔利亞湖在聯大講完話 其實在聯大即是在美國 他也見了拜登 特朗普 叫做賀錦麗 接著他就在酒店裡面下令 當然他的情報殺了真主黨的下令 他是炸了七個大廈 扔了幾十個 炸爛了七個大廈才炸死一個人 那七個大廈當然就死了很多人 都是很多平民 他的指控就是因為那些 你的真主黨躲在平民堆裡面 諸如此類 沒有什麼所謂平民的 是不是? 他們說黎巴嫩是正式政黨 是一個很有議席的 真主黨是其中 有兩成議席的 是不是? 所以你正在攻擊黎巴嫩 是不是? 很明顯攻擊的主權 這些你最少都表示不贊同 美國就站在以色列那邊 就洗了兩句話 沒哭過去了 一切的感覺就是打一招以色列 打一招伊朗 有些說法就是準備向伊朗開戰 是不是? 遛你開戰 整個做法看起來是主動挑釁 不是 主動出擊 是不是? 是不是? 扭打的 就是洛塔利亞戶 它已經打了加薩 那裡還沒完的 其實還沒完的 縱然你已經拿了九成了 是不是? 但是好像還沒正式消滅它那個 真主黨那個 就是那個最大的那個 但是就消滅 即7月31日就炸死了那個哈利亞 那他就趁他在伊朗那裡 在伊朗那裡出席 伊朗新總統 這個新總統就被說是溫和派 是不是? 於是你這樣已經很過份了 是不是? 伊朗已經說一定要升起了黑旗了 那美國人呢 美國其實就是拜登 拼命勸著伊朗算了算了 不要了 不要了 這兩個月你來 你見那個調呢 就是拜登或者賀錦麗呢 他都說我們會有個停火協議 就會解決巴勒斯坦問題 諸如此類 是不是? 這樣就一直已經很近了 很近停火協議 但是很明顯這個哈馬斯這個領導人溫和派哈利亞 就被他堆壞了 那你堆壞了溫和派 激進派在這個地道那裡還沒 蘇牙那個 還沒找到殺到 那是什麼意思呢? 很明顯了 激進派那些 神經病的 我還跟你談 沒有了溫和派的領袖了 就是說哈馬斯這樣就不談了 又不見你贏了 現在的形勢是什麼呢? 其實當然他控制了地面 但是未能夠真正消滅哈馬斯的 他還是不可以共產黨出來的 所以他想著長期就霸佔了 但是呢 除了停火要撤軍 這個就是很大的壓力給美國 美國現在猛說我們準備好了 諸如此類 但是你很明顯 一停火 停火 諸如此類就下台了 因為以色列人都覺得他不妥 但是問題是他繼續打 不單止這樣就加碼了 數了兩個星期都看到了 他又BPK爆炸 弄死了幾千個 黎巴嫩新主黨的人 黎巴嫩在北邊的 當然指控黎巴嫩就是他時時放飛彈過來 本來那裡有一個團狠區 就是說他其實不應該團狠區 那裡有爭議的地方 爆回來的 本來就不應該去搞殖民區 他就搞殖民區 而送一些以色列人過去 黎巴嫩那些就不妥了 那就有空就展示一下他 但是長年來講都是做樣子 包括最近這一年來撐哈馬斯 黎巴嫩新主黨都是落不落放飛彈 可控的範圍落不落死一兩個人 這個大家都好像是表演性質的一些 互相轟擊一番 打人沒事就轟一下 但是這個真主黨的實力如何呢 跟哈馬斯的比較 其實是十比一的比較 哈馬斯正式受過訓練 因為是游擊隊來的 較厲害有戰鬥力幾千人而已 現在可能已經被他們殺了七八八了 但是他們容易再重複了 但是真主黨呢 是有五萬軍隊的 正規軍的訓練來的 武器的裝備也是 當然這次他主動去炸他了 炸了很多了 很多軍火庫 但是消滅到他沒有呢 我猜是沒有 即是不行的 據說他們儲了兩萬個 二十萬塊飛彈那些東西 二十萬塊飛彈 有五萬正規軍 分別在哪呢 你現在就是準備進入黎巴嫩 就好像進入加沙 就是以色列準備 是吧 我不說哪個適合 你很偉大的 很大的一個很貪心的一個行動 真的想著徹底掃蕩了這個 整個打殘的真主黨 第一這個一定不行 因為那裡是尼巴嫩 你只是入侵別國 眾言這個真主黨被說是恐怖組織 是吧 殺了他的領袖 納斯魯拉 是吧 真主黨的領袖 他一直升上去而已 哈梅拉的伊朗已經躲起來了 怕他殺了他 好像很霸氣 的確很霸氣 但是你猜不到 不聲不聲突然間就參戰了 但是你見伊朗也是有所保留 他說算的 你不反應 是不是算呢 你不報復就算了 伊朗和他 他現在只是說報復你殺那個哈馬斯的 是7月31日的時候 他說保留報復的權利 哈利亞 今年4月也射過一次 因為他炸死了一個伊朗的人 在最美的地攝館 那次已經試過一次 兩次呢 軍事上我初步猜 一般人初步猜 好像很成功 攔截了九成 而且沒有什麼大傷亡 但是你要知道 你看伊朗他們打在哪些地方 伊朗不想正式 不想正式捲入器和以色列開戰 但是他一定要做些事情 上次也是這樣 叫做示威了 但是上次他是 無人機 導彈其實他也是集中軍事目標 沒有大殺傷平民 這次今早射了八八十個 似乎都沒有特別 著意殺傷平民 而且都被他難倒 這次就不通知了 白宮只在幾個小時前就通知 知道情報知道 都很突然 反應的時間不是很多 英國美國都幫他截 截一些飛彈 勁的那些我想可以截到 但是呢 中間有一些參數 我想伊朗越來越掌握 究竟我射比喻 他未必是要真的打到你 但是他射這些東西 有多少你攔截到 我射的數量怎麼樣 這些是實戰來的 實戰過之後他又有底 他不欠缺這些便宜的飛彈 他做了很多 可能一百幾十萬發 他們打不打 大規模開戰呢 如果他參戰 顧之然就說他隔了兩個國家 參戰不了 但是其實如果他借道行 那你也催不上 那你遺憾彈 給他走 他走去尼巴嫩 調派軍隊行不行呢 第一這個可能性是存在的 那你是不是這麼容易 真的剷平真主黨的地盤呢 這個就是我相信 這一百八十門飛彈不是要報復的 而是給一個警號 就是你以色列不可以真的去剷平真主黨 能否剷平已經是另一個問題了 他現在開始進入了 剛剛進入就開始打了這些飛彈 炸那些 你的成果怎麼樣 你看一下俄乎戰 不斷炸來炸去 都是佔領不到 就是改變不了戰場的態勢 因為炸爛了一些 人死了他會培養那些 一直升上去 這些他真的能不能消滅真主黨 如果真的衝進去 殺他一二萬 他只有五萬 那就重傷了 以色列是這樣 想著這樣 但是你是不是佔領呢 佔領你要駐軍的了 這也是大問題 還有就是簡單來說 真主黨就算被打殘了一半 他有一半也會大件事 因為他們這個打法完全不同 因為加薩很小 現在真主黨黎巴嫩在高蘭高地的位置 他是山區多 所以他很多東西 你看新聞就炸爛他 消滅了 就是開心的 其實很多他是藏在地底 諸如此類 就算你轉地彈你不轉那麼多 很貴的轉地彈 他還是保留很多武器人員 他一樣都挖地道 他其實做了很多年 縱然意識來好 掌握情報很精準 就炸死了很多領袖 但是他是不是就這樣就完了呢 如果他的基地還在呢 所以他一定要進去 但是進去會面對什麼呢 固執人問題呢 但是所謂內太尼亞胡就煞龍眼 不管了 照去 如果只是以色列和真主黨作戰 那麼不用多說以色列的事 縱然他那些地道那些已經暈好了 他有山區 可能沒那麼容易找到他 但是你打到他殘就不是很難 是吧 因為佔領也不難 因為等於加薩他都佔領了 是吧 人們都縮在地底了 但是他還是來不可以出來騷擾你 所以他不願意撤軍的 但是呢 美國就希望停貨 撤軍 要重建的地方 因為你解決不了巴勒斯坦人的問題 去到黎巴嫩更加了 你現在是兩個國家了 其他國家捲不捲有呢 你的零計啦 也門那些不理 在以色列州邊就是貼著那幾個國家 政治上約旦他解決了 埃及他也解決了 敘利亞他也解決了 看看是否參戰 小規模了 現在真主黨是他的心虎大患 哈馬斯 他這次是鐵定心腸 兩樣都要打 但是我說你大力打擊這個真主黨還可以 但是你真的要消滅他呢 那你就要問伊朗肯不肯 伊朗很明顯說了我不肯 不肯 即是他打的這八十八個不是有什麼報復的 是給他清楚信息 你如果真的要消滅那個人就不肯 那當然啦 我消滅尼尼伊朗可以不可以呢 那很多人就覺得剷掉了 如果可以美國做了 這個不算 你還要看伊朗背後是老共 通 蘇聯 是不是 即是俄羅斯 這兩個大哥肯不肯 那這個一定是升級了 你說伊朗你喜歡就炸他 那樣炸死了那些人 諸如此類啊 攻擊 那你似著你有隱形戰機可以攻擊他而已 但是你大規模離的時候被人打一兩架 你都很大劑 那他都成千里 你飛過來襲擊人不是那麼容易的 是不是 這個其一啦 其二 如果俄國或者中國軍援伊朗的時候 固知人有問題 是不是 再進一步就是 其他阿拉伯國家都可能軍援伊朗 他們不正的 你知道 又順利派又十月派 不正是不正的 在這個時候 他們支持這個 那就捲進去 那場仗就不只是你跟真主黨打 如果你跟真主黨打 贏面是九成 是不是 真主黨變了擴大版的哈馬斯 但已經是十倍的哈馬斯 其實整件事是主動挑出來的 你知道了 BB機啊 再加一些call機啊 跟著以為完啦 不是 是不是 是不是 他恃著什麼呢 恃著美國一定被迫要撐 現在你看美國真的被迫要撐 所以呢 你指美國調停呢 就浪費氣了 美國就是調停不了的 是不是 你叫中國去調停呢 中國也不會調停的 是不是 但是會不會用起你打伊朗呢 這樣這個國家一定會下水的 那美國又怎樣呢 世界大戰的了 你起恩就是因為哈馬斯那裡那兩百人 兩千人啦 兩百還是兩百人而已 是不是 兩百還是兩千 殺了人四萬多 那還沒救啊 是不是 我不喜歡再理這些阿拉伯人和巴勒斯坦人 誰對誰不對 這些是沒有意思的 我只說這個世界大局 可能因此就變成世界大戰 這個可能性是存在的 你說伊朗有幾個好力量 打完它啦 你看得西方那些傳播多而已 是不是 如果伊朗那麼好應付 美國就打了它很久了 是不是 就是不是那麼容易 當然啦 美國又好像打伊朗那樣大軍進去 這樣就大件事了 那時候美國打伊朗克 其他國家是旁觀的 所有阿拉伯國家 因為你打科威特 這樣就對了 蘇聯都沒有 蘇俄都沒有 其他人 現在不是的 現在你打完 打完加沙 即是巴勒斯坦人 你去打黎巴嫩 下一步他喜歡就打伊朗啦 是不是呢 黎巴嫩 伊朗都是撐住哈馬斯的 你是不是已經過了一條紅線呢 你過了一條紅線它會被迫住的 伊朗被迫住的時候 那你是不是打伊朗在順便 你在以斯理國 伊朗殺了高美尼 美國人很高興 但是去到這個level 俄國和中國會不會參與呢 參與你以為他派兵去嗎 不用了 幫他做核彈就行了 不需要相互毀滅 如果你是以色列 毀滅以色列的核彈很少就行了 十粒八粒就夠了 現在伊朗還未正式做核彈 起碼它有的 戰略上等於老共也幫巴基斯坦做核彈 幫老共和俄國幫巴韓做核彈 這些都是戰略上的壓力 到時它不是自己參與 它幫伊朗加速完成 我想很快 伊朗說我有十粒在這裡 而有些極音速的飛彈 伊朗未有 蘇聯肯給它 那你以色列是不是可以互賭 好了 去到這裡你停不停下來 大家都要問一問 你說炸它 炸夠它 核戰了 美國是不是想核戰呢 我發覺美國最怕核戰 我發覺 至於你那些戰艦現在駛去 就是航空母艦那些超 你們的空軍海軍的實力 伊朗沒得和美國打 但是就差後面這件事而已 是不是 它發展核武的時候 你經常要它合作不發展 其實現在它合作的 它肯跟拜登講的 好了 講到這裡 拜登真的沒有什麼用 沒什麼用 就是這樣也阻止不了以色列 那你被猶太人控制住 那特朗普行不行 特朗普也不行 但是這個時候是拜登當政的嘛 所以我覺得這個 看來是算準這個空槍旗 拜登政府因為要選舉 不得罪猶太人 所以始終不會強硬 對它不強硬 但是問題也是 賀錦麗不用選的 如果這場 現在已經不用選了 因為它在惡化 惡化美國人其實是不耐煩的 美國人不知道嘛 對不對 一般人就是覺得你美國這樣 你的政府軟弱 一個形象一出來 背後不管你 猶太人控制很多東西 一般選民不知 只是覺得你的拜登 包括我也是的 現在誰的責任 當然你拜登沒什麼用 你不要擦掉一輪的話 abuses了一年 是吧 我說停火 最穩OC的 選完就打了 就完全沒有爭這麼錯 不夠 我們才能幹 所以他真的不應該繼續下去 た朗普怎樣也好 我可以換一個人的方法 起碼要有些新意 是不是更差更好 Selena Selenaoper 一半一半 更差或者更好 但是肯定對香港也是 給賀錦麗都是這樣的 不湯不水 不吊不吊 你作為一個普通人 小國的領袖還可以 作為一個超級大國的領袖 拜登這次就輸得慘了 應該賀錦麗就因爲這件事 這場這樣 而且如果他惡化 很快而已 如果惡化的話 看他學不學得以色列 以色列又說要報復 還有學得以色列不是叫他報復伊朗 你打幾個飛彈打死兩個人 伊朗又再打一點來 這裏不完 然後你是不是真的入黎巴嫩產平 這個才是盡意信息 伊朗就要給一個信息 就是你不可以去產平這個珍珠島 因為不可以帶軍進去 如果帶軍進去 伊朗參戰的機會就高了 它給你這個信息 是不是呢 不知道的 大家賭一下 賭一下心理吧 羅太尼亞胡都惡了很久了 最近其實也很過份了 違反了國際派 猶太人一向都是 以色列是這樣的 贏了就對了 贏了就對了 城王拜交 我們放場商看看誰贏就是了 好 多謝中東無異戰 多謝大家明天繼續過鐘 師父之祝 spar 親吻 ж欺女 Trustee 寻得 全是健康上面 認錯 取 し下去 ası議員